嗨大家好我是Louis 那歡迎來到週三攝影教室 每週三用三分鐘的時間跟你分享一些 攝影的基本知識觀念還有器材 那今天的影片呢我們來講一下構圖 一張照片一段影片不像人眼 你一看出去就是一整片 根據你選擇的鏡頭的焦段 你捕捉到的畫面 或是你看出去的整個視角的某一個部分 那這個時候構圖就很重要 它可以讓一段影片或是一張照片 變得更有故事感更好看 那今天我就來分享一些我自己比較常使用 跟一些比較厲害的攝影師 還有比較有名的導演都常使用的一些構圖 那首先就是中心構圖 這個構圖是最基本最簡單 但是最萬用的一個構圖 把人物或物體放在畫面的正中間 BOOM 就完成了 那這種構圖不是說它很基本很簡單 然後它就會很俗氣 或是說什麼很厲害的攝影師 就因為這種構圖很簡單 就沒有在這樣拍照 或是說什麼 我們這種很厲害的攝影師 都沒有在這樣構圖的啦 這種畫面拍攝起來是最乾淨 最不突兀 觀眾看起來是最舒服的 所以不管你是新手老手 都可以在一場拍攝裡面 大量的去使用這種構圖 那我自己覺得基本款永遠都是經典 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構圖 叫做三分法 這個構圖也是蠻萬用的 然後當你打開九宮口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有四個交錯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把人啊 物體啊 放在這四個點點上面 那這樣子構圖 會讓整個畫面多一點生動的感覺 讓觀眾感覺到 你好像是刻意讓出某個位置 某個畫面 那整個畫面會因為是三分法 所以不會到說太上面太下面 太左邊或太右邊 會在一個很剛好的位置 那整體來說就會是很和諧 然後觀眾看了不會很不舒服的這種畫面 那延伸三分法呢 第三個我想要來分享的就是一個 叫做下面構圖的構圖法 那這個名字有點難聽 那沒關係 它是我自己亂取的 這個構圖就是利用九宮格的下面三格 然後利用上面的空間 去襯托 然後把觀眾的視線引導到下面的人事物 我自己覺得我這個構圖使用的頻率 還算是蠻頻繁的 那這樣子構圖的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避開 可能比較雜亂的街景 把角度稍微往上揚 然後把構圖稍微往上 這樣子可能利用一些天空 比較乾淨的畫面來做構圖 那整體來說就會乾淨很多 那接下來第四個構圖叫做線條構圖 顧名思義就是要利用各種線條 可能直線、橫線 或是有縱深感的這種延伸線 那每一個線條它都有自己的特點 那你在拍攝的時候 可以多觀察是否有這些線條 然後利用它們來構圖拍攝 像是直線可以襯托高度 橫線可以襯托空間 對角線可以製造一些緊張感 延伸線可以用來引導觀眾的視線 跟襯托主體 再用線條跟剛剛說的一些構圖方式 你的照片馬上就會變得更有感覺 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 叫做對稱構圖 這種構圖就是要有左右對稱的元素 當然並非一定要左右完全長的一樣 如果左邊跟右邊的構圖一樣 也可以稱作是對稱構圖 像這種人物左右對稱等等的 那跟中心構圖一樣 要達到左右對稱 一定要把拍攝的主體放在正中間 但是多了這個對稱的因素在裡面 雖然我覺得這種對稱構圖不好找 但是如果你在拍攝的時候 一旦有找到的話 千萬不要放過它 就是用力的去把它拍下來 因為我自己覺得這種畫面拍起來 是非常吸睛非常好看的一個畫面 以上就是今天想要分享的五種 我覺得非常適合各種人來學習的構圖方式 那當然如果你是使用同樣的構圖 但是不同的焦段來拍攝的話 也會有不同的感覺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嘗試一下 有機會的話我會分享一集來講一下焦段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Louis 我們下禮拜見 Peace Peace 應該也可以三分鐘以內